今集我帶大家去一個很歡樂的地方 我要自己一個人睡,我的天 這個地方不僅可以購物 很難看,我可以玩 還有超美的酒店和濟州名菜 好享受,一定是最新韓性 西龜浦市這個綜合度假村 這裡甚麼都有 吃、玩、買應有盡有 一次過滿足你十個願望 還說這麼多,跟進來吧 來到西龜浦市安德面的 一站式綜合度假區 這裡的特點就是夠大和夠多 250萬平方米的度假村裡 有大型燕水店、購物中心 還有多家不同價位的中西日韓美食 雖然地點和市區有一點距離 由西龜浦市中心出發,車程大概30分鐘 但勝在一應俱全 義食、住、玩,甚麼都有 所以來到這裡,一家大小 都可以滿載而歸 這裡除了很多好東西吃 亦有很多購物的地方 還有很多娛樂設施 你看我身後面 還有這個主題公園 別說太多了,來吧 這個主題樂園 既然是濟州島上現時 最大規模最受歡迎的必度熱點 主題樂園裡 用了韓國國民卡通來做主題 光看見就已經夠了賞心悅目 而且裡面的機動遊戲 不僅適合小朋友玩的園區 也有大人覺得超刺激的機動遊戲 我當然要試試 來吧 金吉祥 怎麼樣? 我要自己一人拚 我的天啊 好極力 救命 救命 會射出來了 救命 海底皮疙瘩,很難 很難海底 小心 好像洗了一次頭 頭? 頭髮? 好恐怖 我剛剛坐在那個位置, 好像是向頭 之後它就一直扯我…向頭 見得又不是很高, 但過來的心力很厲害 睡到我頭暈之後, 當然要吃一頓 我們來到這個這麼標準的地方 是否應該要吃一些標準的東西呢 這裡我們今天吃的 就是這個濟州島名菜之二, 是兩款的 這個就是濟州島的巨型刀魚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叫它刀魚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韓文叫做蟹蟹 但它的韓文叫白大魚 或者我們香港人叫牙大魚 但一般在普通外面吃到的 只能比這個小條很多 頭髮也沒那麼大 但這裡這個非常大 除了是深海之外 這個這麼厚的肉也不是很常見 如果在這裡吃的話 一條魚要九萬八千瓶 這麼名貴的東西 讓我嘗嘗是否真的這麼好吃 皮薄, 肉又厚 而且淡淡的肉, 不多骨 這樣一夾上來 然後你其實這樣吃已經很夠味 這裡的特別做法 就是上面還有加了重露鹽 所以可以調出它的鮮味 而且也會霹走腥味的感覺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原汁的味道 這碗美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海大湯 不過加了海膽 在繼州島的海膽特別新鮮 而且真的到處都可以吃 因為他們很多店舖都會有這種 傳統的做法就是把海膽煮熟 然後把海膽煮熟, 拌在海大湯上 旁邊的心雞湯 跟一般的心雞湯不一樣 因為這裡的人心是用紅心做的 所以這個心雞湯有紅心味 每個人都吃得了 我不客氣了 合家歡來度假 一個轉急舒服 有超值的地方真是很重要的 這個大型的度假村 其實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房間 我現在進來這裡 就是家庭式的一間房間 就像一個真正的房間一樣 因為這裡有三房, 兩廳 大家先過來看看 你看, 這麼大 這裡還有一個大露台 可以看到外面的庭園的景點 然後還有大電視 還有這個梳化椅 只在這裡也睡得了很多人 這個就是飯廳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超級巨型的廚廈 裡面還有韓國人一定會有的 大屋一定會有的泡菜雪櫃 知道嗎?那些雪櫃非常大 但是如果大家喜歡吃泡菜的人 就一定要看看這些雪櫃 他們的韓國人的雪櫃是這樣的 只裝泡菜也有很多格 下面就用來裝泡菜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來煮小飯 或者一家大廚來玩, 是否很棒 我們先來煮小飯 我們先來煮小飯 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也有電視 還有獨立廁所 然後廁所裡面也有棋光和浴缸 大家想要放鬆一下 這邊也有露台 你看 其實也很開陽 還可以遠處看見那個漢拿山 其實加起來 應該可以住到五、六個人 你想想, 如果這房間 這個大小就是二十五萬瓶 算港幣, 即是一千七元 這樣除了六個人 三百元左右也不用, 對吧? 應該是三百元左右 大家想想, 這麼大的屋 可以分享這麼多東西 大家覺得值不值呢? 吃飯… 這裡還有一個體驗館 是以一個很知名的電影主題來做的 跟我來看一下 這個機械人互動體驗展 第一次來到韓國展出 佔地2200平方米, 整個迷宮 過五關斬陸像 完成不同的互動遊戲 每一關都有不同的體驗 我一進來, 完全黑漆漆了 看看, 變成螢光色 好, 現在要開始在這裡看這個片段 它會歡迎我來 很嚇人 稍後還有很多體驗的東西玩 我們快點看完這個 就可以開始出發了, Go Go 拯救地球 我覺得最過癮的就是這個 透過人面識別系統再連接屏幕 將我和機械人二合為一的遊戲 蜜頭的樣子 3、2、1 這個很好, 這個是大黃蜂 認住這個蜜頭 這個就是我的專屬機械人 過了這麼多關 下一步還不輪到我拯救地球? 不輪到我家了 對, 因為我追求是很深入格的 我也不覺得是令人變得很深入 不過, 我也要看我的感冒 不覺得是我們的主題 長得很高 圖然而且有很多人 還有關於音樂元素 又或者VR的東西可以讓大家去玩 雖然走路的過程有點像鬼屋 我第一次走就有點害怕 不過比我想像中好玩 我不是只看機械人動畫 原來真的有東西可以自己體驗 挺有趣 好, 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出發 接下來看樓團又出動了 這次帶大家去看一間高級商務套房 觀景和格局都是一個字, 沒得輸 其實大家如果在濟州 想住得好又住得便宜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 這裡一晚要成三十萬瓦 但大家如果想便宜一點 早點的時候有一個早料的計劃 又或者在淡季的時候訂的話 分分鐘二千元也不用 除了暑假和聖誕這些外遊高峰期之外 其實網上訂房程式 甚至官網也會不時有早料折扣 平均也有二十%以上的優惠 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掃房 大家先來參觀一下 在這裡除了有一個大的客房 大的客廳之外 而且這裡有一個泳池的泳池 而且這裡有一個泳池的泳池 很漂亮,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的泳池好像整個城山日出風 就是多了, 泳池的泳池 因為這裡有色寶寶 會不會承認熟 但是它有一個泳池的泳池 這裡的泳池都很舒服 真的很有意味 我告訴你, 真的很溫暖 如果我可以在這兒睡一晚就好了 … 等於是… 看見這個牙穴海邊散步路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玻璃鏡的咖啡店 一定要來的 而且也是最受韓國人歡迎的 為什麼?因為它跟GD有關 是GD的咖啡店 這裡要來打卡就一定的 而且一定要在外面這裡打卡 不過大家如果想再更了解GD 也想再探討它的內心世界 就一定要跟我來那間咖啡 我在這裡 我所說的那間GD咖啡店就在這裡 這裡位於西龜普市 在度假村的旁邊 大家如果有機會在這裡住 然後在上面補陷 其實是GD的樣子 就是這樣, 兩個字黏在一起 所以那個設計也非常特別 大家知道為什麼這裡上面這麼吵嗎 其實上面有兩朵很大的花 就是GD他自己和設計師去設計 叫做會呼吸的花 他會呼吸的花的意思就是 他每次在這裡動的時候 他好像真是我們呼吸的聲音 他就有一下聲音 所以就好像真的人在呼吸的 給一個花有生命的感覺 有GD的構思在裡面 也有設計師的心思在裡面 上面這麼吵的紅色花 還有旁邊的黃色花 就是這裡的賣點之一 大家一定要在這裡下面坐下來打卡 其實這裡除了在一間咖啡店之外 也是GD的展示館 快點找個好位打卡兼吃東西吧 除了這裡的室內設計 又不是室內設計 也全部有GD的心思在裡面之外 連甜品和飲品都很好吃 這個其實是一個菠蘿形狀的蛋糕 它外面烤得很香脆 它這個菠蘿形狀的蛋糕 其實裡面沒有菠蘿味 反而是有些芝士的 它這個蛋糕是18000元 大概120元港幣 其實幾個人一起來分享都可以 好, 吃東西吃 它這個是柚子的沙冰 就是喝到一口的柚子肉 非常香脆 雖然我這次來到這裡 就不能看到真人的GD GD現在就在軍島裡面 不過來朝聖一下也非常不錯 而且其實來這個西歸店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會來這裡 這裡也是最有人氣的一間咖啡店 所以來到這裡, 到朝聖也很開心 這個傳統市場有620米 是西歸浦市最大型的市場 我來到這裡了, 當然要帶大家收收信 好, 走 回到西歸浦市中心 就一定要來這個傳統市場 這個每日偶來市場 由1960年開始成為賭民的經濟樞樓 現在已經有60年歷史了 這裡全部都有很多土產的食物 然後附近也有衣服 什麼都有的一個傳統市場 這裡還有很多手信級的物品 你看…多多, 全部都做得很漂亮 還有來到這個市場 一定要買手信 這裡整條街都是賣手信的地方 而這個是西歸島 最有特色的果子 它有很多米通 超級大, 跟平常吃的不同 裡面包著一個 硬硬硬硬的一個 金骨味的果子皮 這個除了手信多之外 連這個食物也非常多 所以一直走著 你可以掃著手信, 吃著東西 是非常忙, 口忙又手忙 現在我們要去找一個 失傳了很久的糕點 其實也不能說是失傳 因為濟州島一直都有 不過其他地方真的少見一點 現在我們馬上去… 這個叫做Omagi Dog 它其實是很多紅豆做的糕 不過這個做法比較麻煩和複雜 而且有很多層 所以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吃 大家來到這裡 在濟州島一定要嘗嘗 因為他們做得最正宗 超級滿滿的紅豆 好 很好吃 很軟熟 你看 大力的渣也會爛 我起初以為會很甜 但外面的紅豆是原味紅豆 沒有, 完全沒有拌糖 很美味 我們再送其他東西再吃 現在有一件東西 來到濟州島一定要吃 就是濟州島自己也有一種 很特別的蝦 其實那種蝦叫鵝蝦 比大蝦更有口感, 更有膽難 更有膽難 對, 你看牠的腳多大 好, 先試試 真的比普通的蝦蝦更濃烈 而且這樣一下子就能拆出來 一口一個, 很棒 位於舊左溢的金陵里 以藍天白雲加超南美海景聞名 但這裡除了美景之外 還有一間很熱烈的打卡咖啡一定要去 來到這個金陵海水浴場 旁邊有一個可以180度看完 全海景的咖啡 這間咖啡非常受韓國人歡迎 因為這裡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間垃圾 就是石頭爺爺的垃圾 對, 咖啡冰是石頭爺爺的形狀 這樣倒牛奶下去 慢慢溶, 會有不同的味道出現 先試試 咖啡冰很快溶化 我倒牛奶下去, 已經溶化了 奶和咖啡 我本來以為冷的辣椒不會有甜味 但原來是有甜味的 感覺比我想像中的酸酸多了 而且很快就能溶化得很均勻 所以味道很好 然後這個… 它已經掉下來了 它的日出風掉下來了 它這裡有一個日出風造型的布朗尼 我們嘗一嘗, 上面還有雪糕 很多朱古力, 朱古力都流下來了 很好吃 很邪惡, 但很好吃 它這個…這個味道正是像朱古力批的感覺 很好吃 有些朱古力批有像棉花糖忌廉 那樣的東西 而且吃真點, 它的忌廉裡面 混合了一點點滾骨 味道不會太膩, 很清新 除了食物和咖啡非常特別之外 其實這間店鋪是屬於小鎮的地方 外面的海水浴場就是金陵海水浴場 其實附近的景點比較少 最有名的就是旁邊的萬象坟 這間店鋪全都用很古代的布置為主 除了這裡的露台 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海外 其實裡面的咖啡店的布置都很懷舊 每個角落都有一個打卡位 對, 裝飾和擺設 全部都是老闆娘從小到大收集回來 例如有一部很舊的琴 又或者有一些已經絕板的燒酒瓶 全部都是一些很懷舊 很有韓國特色的布置 所以大家來這裡 看完海景之後 一定要進去打卡 我快點吃完之後立刻去打卡 如果正式打卡, 我知道 沒錯, 我們每個都喝嗲 要喝大大發, 我也喝個茶 不太喝啥 是否還有一種酒深藥 JSUDA, 你看清楚 很多攝影師, 你看見面的 我看見面的物料很好 這碼是不超級多不超級不同的 可能是不太大股 雖案, 我套在那個人 看見面的物料 那麼舒服 雖案, 你看見面的物料 現在登陸最東面的牛島 踩著單車帶大家環島漫遊南天碧海 他踩一下就已經… 我們還會登上過千米的高峰 一島漢那山之巔 你看,導演在前面,走得多深 開一條片,開一條 notification bell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